改成什麼呢 改成伊蘭 這樣就大功告成 OK 打個勾 42個 該可以理解 不過呢 如果說我今天 希望怎麼樣 一樣把它變VBA 這邊把它改一下 我剛剛按Ctrl鍵拖拉 Ctrl鍵拖拉 那這邊如果要變VBA的話 其實齁 剛剛有寫過了嘛 所以其實呢 有一個簡單的做法 怎麼樣呢 你可以把 剛剛的程式 直接複製貼來改 有時候更快 為什麼 因為基本上都一樣 所以你可以在 011裡面這邊 插入一個模組 第二個的話呢 把剛剛 007的這邊 複製過來 貼到這邊 那名稱的話 也可以把它改一下 不是產線 可能是什麼呢 宜蘭 把這個名字改一下 把它改成這個名稱 把它改成這個名稱 那我把這個名稱呢 上面這個名稱 把它 再來其他 其他什麼地方改的呢 我們來看一下 some一樣 加總 for i 等於 第二到 第十 不過其實這如果你改成 向下追蹤 你就不用改了 然後呢 特別注意喔 let 2 等於什麼 苗栗 基本上一樣 所以喔 你這個地方的話呢 就把這邊改成苗栗 那不用加個星號 你不要每次加這個 這個不用 因為我們是 切前面的兩個字 但是呢 我還需要什麼呢 還需要是宜蘭 所以其實這邊的話 你可以再加一個或 所以OR就可以了 OK 這邊把它改 OR OK 我什麼呢 這邊把它複製一下 這一串喔 Ctrl鍵有沒有按住 這邊把它改成苗 把它改宜蘭就可以了 那你會發現喔 其實我有時候在寫程式喔 都會用複製貼啦 好處就是喔 第一個一定比較快 第二個的話 也比較不容易寫錯 這個是我自己的習慣 不見得代表你也要這樣喔 然後呢 加總的話 是把B欄的東西加起來 所以把它改成B 如果這個或這個 就加 這個或這個 加完之後的話 幫我輸出到哪裡呢 輸出到D2 所以這邊把它改成D2 好 程式寫完了 所以意思喔 以後呢 如果你有個範本 拿來改 其實是最快的 OK 所以記得喔 你慢慢要習慣 累積範本 真的後來發現 很多同學學完之後 最厲害的 還是複製貼上 把舊的貼來改 其實是最快的 不然的話 有些同學喔 要讓他重新再想 程式怎麼寫 真的還有點困難 但是也不是說 叫你 就是都一直複製貼上 這也只是暫時性的喔 你不要永遠都這樣 如果以後 程式寫不出 那如果沒有範本 怎麼辦呢 你會寫一封信說 老師 你可以幫我寫個範本 讓我貼一下 OK 那最後我們來試一下 來 貼一下 直接執行 試這 有沒有 好嗎